我又要火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朱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用的相机 这个是我看最近网上很火 我觉得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拍 这样自拍然后你是能看得到的 对不起看错了 自拍带闪就很好看 就是感觉你已经用完滤镜以后的一个效果 色彩就有点灰灰的那种色调 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是索尼的一个CCD 好好看哦 橙色很好 它出的照片的颜色非常好 拿CCD录像 它那种感觉挺好看的 就蛮复古的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是这个 它一打开它这个地方 这个闪光灯它是可以自己弹出来的 这个地方原来是白色的 现在已经是黄黄的了 不影响它的这种握感 这种握感特别好 而且它这一整片都是屏幕 可以触屏的这种大块屏幕 它还可以下电影 用它来看电影 很神奇吧 是不是很多小伙伴对它都不陌生 它是什么呢 它是卡修自拍神器 当年风靡一时的一个相机 当时是好像说很多时候是把它架在这个桌子上 就这样子 然后设置 设置321倒计时 最近我也入了一些胶片计 就比如说这个 我在网上看也挺破的 然后我买它的时候是他们家里最后一台 觉得橙色还是比较新的 我来给你拍张照 等我把这卷胶卷拍满的话 我去洗一下 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照片是什么样子 这个呢是一次性的胶卷相机 然后这个是柯达的 往后滑 滑到你滑不动了就可以买一张 这和新手就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坚持下来用这种胶卷相机的话 可以先买它来过来试一下 这个也是我当时看到别人说是什么涂鸦限量版 我就对限量两个字比较敏感 所以我就说也买回来看看 其实它的用法跟它是一样的 我觉得长得也差不多 但也不太一样 蛮可爱的 然后到时候洗的话 我查了一下 好像就是直接把这个相机寄到洗胶卷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把照片给你寄回来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故事 我在拍一个杂志的时候 然后那个摄影师拿着给我拍了一张 当时看到它出的照片 我怎么拍立德出的照片还能这么的清晰好看 然后当时我就被这个拍立德所种草 但是你看它的外表也很好看 而且它是有闪光灯的 刚刚拍完的时候 可能感觉色彩没有那么浓郁 然后你给它放得越久 它越浓郁 这还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拍立德 这个是我最近买的一台相机 数码相机 我就想用它来录一些视频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而且它上面这种白色毛毛 然后是画头挡风的 但是这样装饰也是挺好看的 这个我还没有怎么玩明白 等我玩明白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 好啦 今天猪猪的相机分享就到这里啦 猪猪祝你天天开心 拜拜